Hello 大家好 我是Kim Chi 来到巴黎奥运 我相信又会牵起一股运动的风气 今天港兵以独家媒体的身份 和港青基信书院举办的 全港小学邀请赛做一个拍摄 将冰蚊球运动带入校园 一直都是港兵很想做的一件事 我一会带大家看看 现在小学生的水平如何 当中我也知道 有很多很强劲的小学都有参与的 我现在准备入学校 看看情况是怎样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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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今天的裁判的角色好玩嗎 好玩,因為有看到超高級的小學生 打冰箱球 你覺得這次比賽的感覺如何 B人很厲害 B人很厲害,是嗎 但你剛剛四強戰 你覺得發揮如何 我覺得他很好 因為我十幾月五的時候被人追回 五分的時候 我都穩住了心態,然後再贏了兩分 滿意打出自己的水平 也滿意的,自己都發揮得很好 有平時打球的水平 我剛剛看到你的球最關鍵的第五分 我看到你最後輸了,是有一點點情緒 我覺得我太緊張了,太急暈,失去了 所以我很生氣 很生氣,但我看到你十比五 再追回十比十打很好,對嗎 對,因為在決勝過年之後 這麼大力的情況下 都打得很厲害,終於到五分 我覺得比起以前,我覺得他有進步 因為你一輸了,他會很大失落 然後情緒控制不到 現在可以慢慢比賽之中學習到 如何控制到自己的情緒 今天發揮什麼比起一分 九十 九十,即是還有十分的進步空間 對,專注力多一點就可以了 OK,果然家長是嚴厲一點 我明明 我身邊這一位是足球港隊演藝成員 我想問為何你今天會特地來到現場 我回到自己的舞校 想看一班小學生去打冰冰球 我小時候也有打冰冰球 小學時也有參加校隊 甚至以前一些恆生的冰冰球員也有參加過 去到升中的時候 類似二選一最後就選了足球 很多不少的冰冰球 都令到我在足球場上可以更進一步 就是當你自己要面對一些困難的時候 先解決自己 然後再跟隊友溝通提升信心 對這件事其實做一個運動員來說 都不可以缺少 你覺得體育在學校擔當什麼重要的角色呢 你覺得體育或者運動員學生 這個理念我覺得都很重要 特別是香港的學生 本身學業的壓力已經很大了 可能要培養更多的興趣 去課外活動減壓或者娛樂 那我覺得這件事都是對一個學生很重要 我身邊這一位呢 就是港青基上孫的校長 很榮幸他邀請你做一個採訪 為什麼這個學校當初會有這個想法 推廣這個飛冰球比賽 特別是全港性 首先我自己個人都很喜歡打冰冰球 當然我打冰冰球 就沒有剛才剛才那些參賽者那麼厲害 基緣校合之下 上年也說我們的老師林老師也介紹了 有這個機會可以推廣冰冰球的比賽 所以就跟港兵和不同的合作商 去看看怎樣可以搞這個活動 因為我們學校的辦學理念 就是在講這個全民教育 所以除了讀書之外 我們都希望我們的學生 身心靈有一個平衡的發展 所以你看到其實我們學校除了冰冰球之外 我們的學生都很有運動的細胞 他們在不同的運動 遠舞球、籃球、足球、鞋球、游泳 我看到啦啦隊也是 啦啦隊、Athletics、Cross Country 他們都很優秀的 冰冰球也是我們學校的重點發展行之一 剛剛我見你很多小朋友都做裁判 剛剛也採訪了一位 其實你希望這個賽事 帶給你的學生有什麼收穫和影響 甚至你覺得參賽的小朋友有什麼收穫和影響 最重要就是有一個場地給他們去經驗和體驗 一個比賽是怎樣的 我相信我們的學生 就算他們不能落場打 但是做這個裁判也都可以看到 哇原來每個人的水平是可以這麼厲害的 今天的參賽者 他們都可以透過今天的平台 去認識一下多些不同的同學仔 不同的高手 建立關係、建立友誼 我們學校會繼續去支持這個體育的發展 尤其是在冰冰球裡 將冰冰球發揮光大 也都很感謝不同的組織、單位 幫我們令他們這個冰冰球的比賽很順利地完成 余先生很支持我們今天的活動 也有很多不同的資源 令我們今天的活動順利 我身邊這一位其實是這個賽事的贊助方之一 我想問因為很多贊助人都未必會到場支持 為什麼你會到場來支持呢? 我的女兒其實就是奏讀這間港青基信書院 也是冰冰球隊來的 也是冰冰球隊來的 所以他們今天又舉辦一個這麼大的賽事 我作為贊助商 我當然要支持一下 我也知道你外面會有贊助其他比賽 那什麼理念你會繼續做這件事呢? 其實都可以說是一個情義結 小時候自己都很喜歡打冰冰球 但是外於因為一些經濟問題 就令到自己沒有辦法再去參加這個運動 但是現在自己長大了 都希望透過自己少少的能力 贊助或者可以支持到現在的球壇 不要埋沒一些小朋友 希望可以完成我以前的夢 其實冰冰球這個運動 其實好像一個社會出來做事的縮影 因為每一場比賽你都會經歷成功失敗 但當然你要成功必須要在失敗過程當中 你要學習 是要改善你的心態 你不要放棄 怎樣找出你自己的弱點 那這件事跟我覺得 將來出來做事做人都很相似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對於小朋友的成長 特別心智的成長是很大幫助 那你們接下來有什麼目標打冰球 希望我下年恆生我駕駛開運到四強 單打四強 恆生我駕駛單打四強 你呢 我希望可以在下年九北學界贏得團體冠軍 短期想入八強在貿組 貿組八強 我長期想入甲組 短期希望可以打好一點 長期希望都是因為一樣去甲組 短期可以代表香港出戰WTT 你現在多少歲 12 12 即是下年可以打13 對 差一點點的分數 對 那長期呢 可能繼續打冰球 冰球很刺激 動性很高 好 那今天的全港小學於青菜的賽事 終於打完了 我現在覺得現在的小學生真的很嚴重 因為我小時候可以代表學校參與的賽事 真的非常非常缺少 來來去去都是學體會的學界賽 甚至是一些恆生學界杯 那現在越來越多一些學校會主動發起一些全港性的比賽 給自己學校的學生和其他的學生多些非文球交流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那我在未來希望不止只有香港地區 甚至有更加多的地區 或者其他國家都可以來到香港參與的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了 記得按LIKE、SUBSCRIBE、SAVE在你身邊最大的朋友 我們下次見 拜拜